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亨利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症 每次发病都会不可控地穿越时空 如今在一家图书馆工作的亨利是一名单身汉 某天有一名他从未见过的漂亮姑娘 声称和他是老朋友并约他吃饭 亨利虽然十分狐疑但还是应约 姑娘名叫克莱尔 在晚饭时讲述了未来的亨利 在某次穿越中遇见了六岁的克莱尔并与他相识 从那以后亨利经常与他在同一个地点相约 他了解亨利的一切也成为彼此的挚友 亨利虽然不认识眼前的姑娘 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默契 他虽然无法控制自己时间旅行的时空地点 却往往会受到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人和事吸引 并重复回到一个地方 由此亨利深信克莱尔是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意义的人 从此两人在不对等的时差中相爱 虽然因为不可控的时空穿越发生了不少诡异事件 两人却越发包容 情比金尖 在通过了岳父的关卡后 他们顺利结婚 可就在婚礼的当天 亨利再一次突然穿越 令伴郎束手无策 正当众人催促新郎出现时 从未来时空穿越而来的亨利 代替年轻的亨利与克莱尔成婚 而到夜幕降临时 未来的亨利离开 主线时间的亨利回到现在 与克莱尔跳了第一支舞 某天克莱尔发现自己怀孕 两人十分惊喜 紧接着他却突然流产 此后克莱尔多次怀孕 却总是莫名其妙地流产 他们找到未来亨利的主治医生 一名遗传学家 在向对方证明了时间旅行的真实性后 医生决定帮助亨利 克莱尔和亨利担心孩子遗传了穿越时间的能力 因此才导致流产 在多次保态无果后 亨利放弃继续尝试 并自作主张进行了结扎 这导致了他与克莱尔的冷战 当晚凌晨 克莱尔接到亨利在外面打来的电话 这次是过去的亨利穿越到了未来 外面太冷又无处安身 他只能找到克莱尔求助 克莱尔深夜驾车来接亨利 这一时空的亨利并没有结扎 更没有在冷战中 他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坏话 逗笑了克莱尔 这对神奇的夫妻在车中发生了一夜情 克莱尔也因此再次怀孕 这次克莱尔和亨利决定平心静气保胎 也迎来了最平稳和长久的一次孕期 正在克莱尔为肚子中的女婴的名字 冥思苦想时 亨利意外穿越到了更远的未来 并遇见了他们的女儿阿尔巴 这时的阿尔巴已经十岁 而未来的亨利则会在阿尔巴五岁时去世 亨利曾为改变母亲的死亡 而回到过去上万次 却无法改变事实 因此他面对自己的死亡预告 并不打算采取措施抗争 而是静默迎接 他回家后把自己遇见未来女儿的好消息 分享给克莱尔 并就此确定了女儿的名字 但隐瞒了自己的死亡预告 随着女儿阿尔巴的出生 时光飞逝 很快便来到了阿尔巴的五岁生日 来自未来的十岁左右的阿尔巴 具有更加出色的时间旅行的控制能力 他有时能够选择时空地点进行定向穿越 他在自己五岁生日这天穿越回来 并告诉了五岁的阿尔巴 他们的父亲将在今年去世 五岁的阿尔巴将这一消息 告知了自己的母亲克莱尔 克莱尔虽然难过 却无能为力 夫妻二人在忐忑中 等待最后期限的到来 亨利偶然穿越到新年前夜 并见证了自己的死亡 到了平安夜当天 他将自己即将死亡的现实 告知了克莱尔 一对眷侣一一惜别 随着亨利的又一次穿越 他意外来到一片雪地中 被打猎的人不幸射中 再次回到原本的时间现实 只留下匆匆的一句 我永远爱你 新年的焰火在外面深腾 亨利自己却在众人簇拥下 停止了呼吸 四年之后 阿尔巴正在当年父母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玩耍 突然亨利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即便当下时间线上的亨利已经去世 克莱尔却依然保留着 为亨利在原地留下一物的习惯 克莱尔闻讯赶来 与年轻的亨利紧紧相拥 又再次分别 因时间旅行而丧命 却也因时间旅行而无处不在 俘获是非 却在时间中模糊了边界 这个故事来自科幻片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